听到你之前预计是特朗普会赢 但是所有的民调都说拜登会赢 他们私下都做一些调查 去问一下选举人 其实你倾向特朗普多 倾向拜登多 很多其实现在都倾向特朗普的 本来有些可能是拜登的选举人 都可能有意心的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哈喽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 今集是下集的录影 不过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今次以后我们希望 我们新频道和AM730合作 所以我们又可以在30里看到 我们这个C对话 又是我们新频道 来到看到我们去书对话 那我就呼吁大家可以 subscribe AM730 老板你应该呼吁大家 subscribe新频道 好 大家两边一起subscribe 新频道和AM730将会长期合作 那你youtube上都可以看到AM730 大家可以去登场 是的 登场老板已经很长时间都看到我了 那我们继续 是的 多谢施老板给面 因为我记得好像 你没有什么固定和谁 这样正常合作 现在我就应接不了这么多 因为新频道出现了之后 每个人都来找我 那我现在唯有 唯有把代理权 给了AM730 就是想找我说 你不如找AM730 他帮我编排时间 或者待遇 那些我都给他来决定 我不参与了 明白 我负责说话 其实不是因为新频道找了施老板 是施老板在我们里说得太精彩 大家就是发挂了 原来施老板说话这么好听 的高额率这么高 所以到处都要找你的 OK 我们言归正传 首先我上一次没有解释 为什么我在深圳 以为我以后也是深圳 因为我家人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我暂时会在深圳留到明年 因为疫情本来我认为可以回去录影 结果现在不可以录影 所以暂时这半年 都是可能用Zoom 和大家录影施老板 OK 施老板再问回你 一个最火烈的主题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我们这一集出街的时候 是下星期三的 我应该没有这么快吧 不过在这里我首先问一下你 我听到你之前 预计是Donald Trump会赢 但是所有的民调都说拜登会赢 甚至我之前访问一下谭生强 他都说应该是拜登会赢 就是他估计 我想听听你的原因 首先大家对美国的选举制度 是要有一个理解的 就是现在大家说拜登会赢的原因 是因为民调的结果显示 差不多是50多%对40多%差距成10% 差不多等于赢了 那问题就是美国的先言 即是元老 美国的元老在制定宪法的时候 然后他是用选选 不是直选 美国没有给普罗大众的选举结果 来决定谁当总统 他们觉得普罗大众的意见 有时是会相对短视 容逐 不可靠 给他们选总统是会出错有危险的 所以他是找一群政坛上的元老 有经验的人来做差不多香港的选举委员会一样 即是是负责投票选总统 这个选举真正有效的选举 所以不是在11月3日进行 我印象中选举人团是在12月14日左右 因为11月14日 我印象中好像是14日 才正式投票的 所以11月3日投票完 谁当总统就未成定案 要到12月14日那些选举人投票才是最终的 选举人其实是由各州的州代表 美国是一个核众国 由各州核成一个联邦 联邦的总统其实是由州代表选出 那州代表就是这些选举人是各州不同的 人口更多的州 就更多的代表 人口州的少 人口少的就少些代表 他有一个平衡 所以就不是一人一票票等值 那他们未投票 就未算选出来 那为什么以前 普通人投完票 就当选出来 就是因为那些选举人 一般情况下 他都会按照 这个popular vote 就是民众投票的结果来选 很多州甚至立法规定 那些州的选举人 必须按照民众投票的结果来投自己的票 但是这些要求是地方立法 就是州的立法 就不是宪法 宪法就是州代表 就是这些选举人 他是按照上帝赐给他的理性和良知去投票的 美国是很个人主义的 他认为每个个人都有自由意志 有个人的判断力 有个人的良知 道德伦理去作选择 他相信这些人是会作出自己的选择 所以这些人作出什么选择 投了才知道 那州的立法明明叫你跟着普通选举的结果来投 你不跟 不跟他在宪法上一样有效的 最多回到自己的州 那州就说 我给你去是想着你照我们民众的投票结果去投 你不照追究你 但是投也投了 总统也选了出来 都是按照宪法选出来的 所以你说现在是不是已经知道透过这些民调 已经知道哪个做总统呢 你如果应该做民调 你去做选举人的民调 你看一下那些选举人喜欢特朗普多 还是喜欢拜登多 其实现在拜登手上找了一群选举人 特朗普手上有一群选举人 那谁胜出就给谁的选举人去投票 但是有些博彩公司 那些金融机构做macroanalysis那些 其实他们私下都做一些调查 去问一下选举人 其实你倾向特朗普多 倾向拜登多 听到回来很多 其实现在都倾向特朗普多 本来有些可能是拜登的选举人 都可能有意心的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美国现在是分化的 就是两条路线 美国未来应该怎么走呢 其实美国内部是有不同的选择 这些分化会在选举人的生态上表现出来 所以我怀疑今次可能有一部分 拜登的选举人选了特朗普 有一部分特朗普的选举人选了拜登 都不出奇的 所以就会有变数的 所以有些人说 11月3日投票 翌日早上 香港天蒙蒙蒙 可能都有一些消息传出来 初步结果可能已经知道 但这些结果都是民众投票的结果 不是选举人投票的结果 即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选举人的结果既然这么重要 你应该做民调去调查选举人的想法 但没有人做选举人的想法 所以现在其实是未曾说 可以按照民调结果就说 拜登可以赢出的 这是美国的选举的特质 就是要给一帮有见地的人去选举总统 不是纯粹只是看一般人的取向 有些人可能说 先生你有没有搞错 美国当然是按多数人的议员去选 其实那个设计就不是这样 明白 如果是真的想多数人的议员 需要多次一举就要荆荆选举人 明白 不过我在这里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因为有时间关系 其实我反而反而着重点 我不想说太多 就是哪个赢 分分钟过多数人就知道 但我想最重要的想说 究竟你觉得中国希望哪个赢 那一般人觉得特朗普就 赢着中国的 问他疫情 他说中国搞出来的 又搞贸易战 又想搞金融战 又派人去世界各地唱衰中国 叫他们不要跟中国合作 那拜登可能会更温和 但是我自己觉得 现在这些都是选举策略的需要 因为特朗普知道 美国民间 针对中国是容易找到支持的 因为美国一向都是世界一哥 现在其实是 那个趋势上 没有以前那么强 如果他真的那么强 他也不用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你再次强大 即是现在不强大才要再次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代罪羔羊 将矛头指向 把矛头指向 所以他选的时候要这么做 但一旦选到 他就会现实一些 因为他又会管治美国多四年 他就要面对现实 事实上他之前那些贸易战 又增加关税 又限制中国买那样买那样 搞出来的结果就是 虽然中国输美的产品是有些地方下降了 但是不是变成了美国本地的产品 他被逼又要跟墨西哥买 跟越南买 跟菲律登买 为什么以前不帮衬这些国家呢 因为这些国家的产品又比中国 又比中国差 才帮衬中国 那你不买中国的便宜 不帮衬去买墨西哥 越南的 其实就是对美国没有好处 另外美国总体的贸易赤字 是没有改善的 所以他基本上之前做的事是无效的 尤其在疫情下美国经济 受到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相信到他真的拿到的总统席位的时候 他就要面对原则 即使他想向中国 长期都要向中国进攻 进攻也是一个浪一个浪 冲完一轮就会退潮 积聚力量再会冲另一潮 所以他竞选前冲一轮之后 竞选后会放缓 另一个就是中国觉得 就是特朗普现实主义 利益走投 他是有得谈的 而民主党反而是比较着重一些政治理念 又是普世价值 人权 对中国来说可能造成这么大的麻烦 我觉得特朗普会赢 就不是只看一些表象 看传媒的说法 而是整个西方的思潮 都是向右转的 不单是美国向右转 你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这些比较左傾的欧洲国家 现在他们国内都是右转势力抬头 那特朗普就是代表右转势力 那他在美国应该是上升的势力 你即使看拜登 他不是民主党的左翼 他是民主党的右翼 就是说在美国 右轻的政治领袖容易获得支持 那你说特朗普游 还是拜登游 当然特朗普游过拜登 所以特朗普最终获得的支持 是会比拜登多的 即使这一次特朗普不赢 很容易又出现 下次就会出现特朗普A 特朗普B 特朗普C 这次美国迟早都会走向特朗普 这条选择的路 这个不是特朗普的选择 是特朗普食事务违尽 而已 明白 那世界不会太太平了 OK 那施老板 我们通常是两个星期努一次 不过因为下个星期是美国总统选举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结果 如果一旦有了结果之后 我希望马上找到你再录一次C对话 好吗 好吧 好 多谢你小老板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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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